吉里巴斯是吉里巴斯共和国的简称。 说起吉里巴斯可能有不少人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国家。 今天就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。 这个被世界遗忘,太平洋中部,一个非常奇特的的小国。 吉里巴斯是一个地理位置最为奇特的国家。 吉里巴斯位于太平洋中西部的岛国,由33个岛屿组成。 分属吉尔伯特群岛、菲尼克斯群岛、凤凰群岛、莱恩群岛、县岛群岛,东西沿年约3870公里。 南北约2050公里。 陆地面积总和811平方公里。 水域面积350万平方公里。 拥有世界最大的海洋保护区。 人口约为11.2万。 其中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塔拉瓦岛上。 也是他们的首都所在地。 吉里巴斯身上有不少世界之最。 它有世界的尽头,被世界遗忘的地方,地球上最偏远的地方支撑。 它距离最近的邻国澳大利亚。 足足有4300多公里。 真的是被世界遗忘了。 它还是唯一一个横跨东西半球、南北半球的国家。 唯一一个横跨赤道,和国际日期变更线的国家。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? 就是这个国家东半部的人过星期一。 而西半部的人还在度周末。 所以这个国家地理位置极为独特。 吉里巴斯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。 它经济落后。 大部分地区经济还处在自己自足的原始经济。 磷酸盐矿开采殆尽。 于是鱼业成为了吉里巴斯的主要经济来源。 虽然鱼业资源丰富。 但仅有的几家鱼业公司很小。 补鱼装置落后。 为形成规模。 21世纪以来。 吉里巴斯政府积极发展椰子种植。 并不断拓宽外贵收入来源。 2002年出售投资者护照收入达600万美元。 还努力发展多样经济。 鼓励开发海洋资源。 发展鱼业和小规模加工制造业。 为发展小型私人企业提供方便。 总得来说。 吉里巴斯的经济依靠外源。 2002年。 政府财政收入中约有7800万澳元。 是来自于澳大利亚、日本、韩国、欧盟的援助。 主要用于发电、生产、供水等设施建设。 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1.67亿美元。 吉里巴斯是远离现代文明的一块净土。 吉里巴斯远离现代城市喧嚣。 是个十分美丽幽静的地方。 有鲜星点点的小岛。 有茂密的棕榆树林。 有精巧别致的热带小屋。 有金色的沙滩。 有横跨赤道和横跨国际日期, 便更现这个有趣的界限。 按说发展旅游是最好不过的了。 但吉里巴斯是个欠开发偏软闭塞的地方。 交通、住宿、服务等还十分落后。 旅游业还有待开发。 吉里巴斯远离现代为名, 还体现在婚姻习俗上。 在婚姻上, 他们既保守又传统。 保守的是, 需要上门提亲。 必须要征得对方父母同意。 才可以娶回家。 跟中国过去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差不多。 传统的是, 可能是因为吉里巴斯人口虚少的缘故。 男人可以娶两个老婆。 但前提是大老婆必须同意。 如果大老婆不同意就没有办法。 据说,吉里巴斯前总统帕安诺的两个女儿, 就是嫁给了同一个男人。 妹妹是作为姐姐的陪嫁。 一起嫁了过去。 前总统的女儿都是这样。 看来在吉里巴斯对于一夫两妻, 已没什么大奸小怪的了。 平民老百姓们, 更是习以为常了。 只要那个男人能赚钱, 能养活起两个老婆。 这都不是问题了。 吉里巴斯大部分岛屿都面临住被海水淹没的危险。 根据环境保护科学家预计, 50年后吉里巴斯将全部被海水淹没。 在全球变暖的大环境下, 确实有些岛国地海岸线正在收缩, 面积正在变小。 吉里巴斯原来由33个环礁及珊瑚岛组成的, 然而现在已经有两个岛被海水淹没了。 如果情况继续恶化下去的话, 或许在不远的将来, 这个岛国真的就被淹没了。 2014年, 吉里巴斯政府可能是为了预防不测, 在斐济买了一块面积24平方公里的地, 用于安置国民。 在气候急剧变化的情况下, 也许真的不是危言耸听, 岛屿国家确实面临被淹没的可能。 可见保护环境有多重要。 对于岛屿国家来说, 就是生存问题。 让全世界的人民都来保护环境吧。 各位看官以为如何?